大家看到吗 人可怜吗 你们正常的时候 你们没有看见别人很可怜的 等到你们哪一天 等到你们身上 感恩大慈大悲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你讲呀 感恩师卢俊鸿台长 求师父给看一个 八亿年暑机的 看看他的业障 看看他的那个灵性 八亿年暑什么 八亿年暑机的 他自己的业障由他自己背 不让时候背 男的 八亿年暑机的 整个的脊柱 后面的关节 脊柱全部都是歪的 他的后面那个脑神经 全部有问题 听得懂吗 脑神经全部有问题 一团乱麻一样的脑神经 我刚刚看到 所以他的脑子会有问题 他的脊柱撑不住 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 他就像中风一样 虽然没有躺下来 就像活着中风一样的 是的 你要叫他好好念经的 师父他来了以后 住两次医院了 他就要见师父 一说今天见不到师父 他就抽过去了 一说见不到师父 就抽过去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以为他要见我啊 师父很可怜的 都是那些鬼啊 他们要见师父 能够超脱 他们要我帮助 不是他本人 是身上的灵性讲话的 是的 对不对啊 对的 灵性在他身上啊 要见师父 他可以超脱 所以不给他超脱 见不到师父 他就会昏过去 实际上就折磨他 你明白了吗 已经给他送到医院两次了 看见了吧 求师父 我看到了 这个人我看到了 那你赶快给他念经吧 他小房子的数量 赶快讲 他自己会念 嗯 叫他念517张小房子 517张小房子 好吧 放生多少 800条 他前一段时间 打通过师父的电话 他自己 我知道 嗯 好 现在我先叫 这个灵性先走掉 让他舒服一点 好吧 但是要赶快念 否则还会上升的 好吧 至少这两天保证没事情 好了 你问他呢 他后面的脊柱已经开始热了 你现在热不热呀 华道庆 跟师父说你热不热 你把话筒给他 我热师父 我热 看见了吧 现在舒服一点了吧 师父 我一定要好好念经 嗯 这个灵性不走掉的话 你会很痛苦的 这是你上辈子欠人家的 现在因为有师父 你求你学了心灵法门 他就来找我 你听得懂吗 所以你要好好念经 否则你不念经的话 他找我 如果全世界这么多的人都找我 你说师父还活得了啊 听得懂吗 一定要自己念 好吧 他经常会来跟你讲话的 你自己告诉我啊 他是不是经常跟你讲话啦 来了来了 我早就知道了 现在已经上升了 已经在身上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平时你们 我让你们亲眼见一见 已经在身上了 你能不能现在先离开一下 喂 听台长话 先离开一下好吗 听话啦 台长让他给你超度 先离开一下啊 好 看见吗 看见了吗大家 每一次一个魂离开身上 这个人就当场就躺下来了 现在明白了吗 给你们颜色看看 不要不相信 好好的学佛 好好的念经 台长一年到香港来一次 希望大家珍惜 好好学佛 好了 刚刚最后 因为他看见台长身上 观世音菩萨 他拼命地在讲 所以他离开了 他现在很好了 你们过去几届 你们都看见 每一年师父来 有的灵性在身上 当场讲一口蒙古话 他根本这个人 从来不会讲蒙古话的 有的人老人家 从来没打过拳 在这里前面打拳 所以我希望你们好好地努力 这个世界还有很多 看不见的东西 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好不好 没问题了吧 回去会好一点了 加持着 让他们平平安 能回家 好好读经 好好念经 好吧 放声许愿 听台长爷爷话 我太老了 我看他比我还老 好了 下去吧 好吧 没事了 感恩大慈大悲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 爱是卢俊鸿台长 好 卢俊鸿台长 法起安康 是我们的福气 谢谢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我们香港法会 今天就到这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